透过母乳的补育消学 也让产妇能够安心 产妇陈秀慧表示 圣公产后护理之家 提供完善的母乳补育资讯与卫教 让产妇可以安心补乳 因为其实现在房间的月子中心很多 那也都有去拜访过朋友 也都有看过环境 那确实都非常优美 那我在这边 我在圣公产检的时候 就发现说 护理师在卫教的时候 关于母乳这一块 给的卫教资讯非常多 而且是 也很多观念是 就是我觉得很实用 虽然说 我第一胎的时候 已经有喂过母乳了 可是真的也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我还是想要喂母乳 那跟一般的月子中心比起来 我觉得这边的母乳资讯 会给的比较完整 因为房间的月子中心 蛮多都会说 没关系不够就喂配房 可是因为这其实不是 我自己想要的答案 对因为我还是希望说 我可以尽量去做到这件事 如果真的不够的时候 再去做搭配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在参见的时候 我就有决定说 既然她的 我也要做得很完整 而且我去参观 那个护理师家的时候 她其实这一块的 琢磨也非常多 那主要又可以就是 让baby尽量待在房间 那一般月子中心是 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那我会希望说 baby可以躲在房间 也是阿公阿嬷来的时候 她不用隔着一个玻璃 去看到小孩 那我可以比较多时间 可以抱她 或者是家人要看的时候 就随时都看得到这样子 圣公产后 护理之家 以产妇亲为母乳为主旨 并让出生儿与产妇 能够同住 再由护理师 从旁协助新手妈妈 让新手妈妈 可以早点适应照料 出生儿起居 十方新闻 黄慧如 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导